好 接着我们来看考点三 职业判断 那么职业判断呢 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来做讲解 首先第一块是定义 第二块是它的范围 第三块是职业判断 要求第四是决策的过程 第五是领域 第六是相关的记录 下面呢我们来一一解读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定义 定义这块呢大家一定要记一下 职业判断呢是注册会计是行业的精髓 注意啊这是精髓 然后呢贯穿我们整个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始终 就像我们刚才讲职业怀疑一样的 职业怀疑是贯穿始终 职业判断也如此 设计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各个环节 对于适当的执行审计工作 注意是必不可少的 好 那么这句话呢比较长 我们下面呢把它解读一下 看职业判断是我们的行业精髓 这是什么意思呢 判断相信我们在生活当中 经常会碰到你今天出门走哪条路 是坐地铁呢是开车呢还是打车呢 那你今天中午吃什么饭 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 是打算稍微休息一下呢 还是直接做家务 或者说我们直接出去happy等等 其实都在做什么 都在做选择做判断 同样我们在做审计过程当中 也是经常会判断 会碰到判断的情形 如我到底分险评估 可以评估到什么样的程度 运用哪些程序 然后什么时间做 然后做多大的范围 还有我这些证据是否充足 是否足够 我要不再多做证据 这些都需要运用判断 所以它是贯穿我们职业的时钟的 而且是我们做审计工作 必不可少的 那我们这句话呢 我们把它的关键词体验出来 体验出来就是精髓 贯穿时钟和必不可少 但是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一点啊 不要怒混了 独立性呢是我们的 独立性是注册会计师的灵魂 然后呢职业判断是我们的精髓 两者不要怒混了 如果哪天考试的时候 弄一个职业判断是我们的灵魂 然后独立性是我们的精髓 看着挺像的啊 那答案是不对的 一定要注意独立性是我们的灵魂 为什么呢 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审计的 一个基本三角关系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独立于我们的管理层 也就是进人者 也要独立于我们的预期使用者 这样别人才可能请我们做审计 我们得出的结论才是幸福度更高的 这要注意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含义 第一在准则 还有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和职业道德要求的框架下 综合运用相关的知识 技能和经验 做出适合审计业务具体情况 有根据的行动决策 这什么意思呢 这解释一下 职业判断 职业判断不是随意下判断 绝对不是我随便拍下脑袋 然后就决定了 这不叫职业判断 那我们职业判断的是要求 要遵守相应的框架 什么样的框架呢 就是要遵守我们的审计准则 还有呢 还有我们财务报告的编制基础 以及职业道德的要求 在这个框架下 并且还要呢 结合我们审计业务的具体的情况 然后有根据的行动决策 这才叫职业判断 就像我们前面讲职业怀疑一样的 职业怀疑有两个要素 第一是职业 第二是怀疑 是有根有据 有专业的 有幸福度的怀疑 那绝对不是瞎怀疑 不是一身一跪 而职业判断也同样如此 它也有两个要素 一个是职业 一个是判断 嗯 这职业就体现在 我要再审计准则 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还有呢 职业道德要求的框架下 以及综合应用 知识 技能 经验 并且要符合我们具体的情况 然后有根据的 这就是职业 最后才是判断 这要注意一下 绝对不是瞎判断 拍个脑袋就判断了 叫职业判断 那绝对不是职业判断 接着我们看 职业判断是注册会计 是行业的精髓 职业判断能力是注册会计 是胜任能力的核心 这要去除 我刚才就强调了 独立性是灵魂 然后职业判断是精髓 两者不要急魂了 那一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脊柱 一个我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大脑 这样来想象 不要弄魂了 那接着我们来看 第三 这是一个注意的事项 如果有关决策 不被该业务的具体事实 和情况所支持 或者缺乏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那么职业判断 并不能作为注册会计 是不恰当决策的理由 这其实也在强调一点 我们在做审计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审计的质量 你看 它不被具体的事实情况支持 或者缺乏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说明什么 说明了审计质量不过关 在审计质量不过关的情况之下 你不能拿我们的职业判断 作为借口 作为挡箭牌 职业判断不能作为你的借口 我们的确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来做出一个决策 但是一定是在我们准则 还有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职业道德要求框架之下 运用我们的知识技能来做出来的 绝对不是你瞎判断 想当然的判断 接着我们来看理解提示 职业判断是 作策会计师行业的精髓 从本质上来讲 无论是财务报表的编制 还是作策会计师的审计 都是由一系列的判断行为构成的 我编的时候涉及到判断 我审的时候同样涉及到判断 我请给大家取过例子 第二 职业判断对于适当的执行审计工作 是必不可少的 只要我们做审计 肯定会涉及到判断 我们要各个地方都会用到判断 如果没有运用职业判断 将相关的知识和经验 灵活应用于具体的事实和情况 仅靠机械的执行审计程序 注册会计师无法理解审计准则 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和有关职业道德的要求 难以在整个审计过程中 做出有依据的决策 这其实也给大家说明一点 你看我们的审计准则实际上是什么呢 审计准则是给大家画了一个大框 画了一个大框 然后呢 规定你必须要做哪些动作 这是我们的规定动作 也就是必须做的 然后呢 也会给你提出一些可选动作 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去选择 那我们在职业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也是在中间玩什么 玩平衡打法 那么由于我们在做审计的时候 会面临各行各业各种情况 那如果我们的准则规定的太细 太死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一管就死 如果我们准则规定的太过粗放的话 那么意味着没有标准 没有一个判断的一个规则了 这样也很麻烦 所以我们审计的准则 只能规定这种大框 大的原则框架给你规定死 然后各种比较明显的一些情况 给你规定死 其他你要根据你所面临的行业 你所面临的客户 然后做出适合你具体情况的判断 好 接着我们看第二点 这些判断的相关说明及要求 那么这一块内容呢 主要是靠我们的多权题的 这块内容不需要大家记 不需要大家背 但是需要大家熟悉 因为这用我们的这种朴素的价值观 基本上都能理解的 你要混个眼熟 如果考试考到了这种多权题 要能够选出来 下面我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职业判断设计的范围 那其实这个判断设计的范围 就很简单了 它会涉及到我们从始到终 因为从决定是否接受业务委托 到最终出具审计报告 以及最后我们做出适当的记录 也就是在我们第一稿当中记录 都会涉及到职业判断 那少不了的 就像我们生活中央 我们时时刻都在做选择 都在做决策 一样的 第二 职业判断设计的决策 具有哪些呢 这边列决了一些 与具体会计处理相关的决策 你看到它这个收入确认了 它是这样确认的 你觉得它确认有没有问题 你可能做出和它不一样的决策 好 第二是与审计程序相关的决策 这点很简单 我这个程序 我到底应该选哪个程序啊 我有七大兵器 我选择询问观察检查呢 还是选择寒政呢 还是选择重新执行呢 你看这都是在决策 以及我什么时间做呢 我是期中多做一些呢 还是在期末多做一些 然后我是做五十个呢 还是做二十个 你看这都是在做决策 第三 以及有关遵守职业道德 要求相关的决策 这点要注意 有很多同学觉得 会计处理的决策 这我可以理解 审计程序相关的决策 我也知道 职业道德要求还要做决策 当然要了 你看我们第二十三章 那么讲独立性的时候 涉及到方非面问 那么多的细节 这些细节你就要判断 它是否违反了独立性 如果违反了独立性 应该如何来处理 这当然涉及到决策了 好 接着我们看第三点 注册会计师 做出职业判断的相关要求 那我们看一下 准则是怎么要求呢 我们应该怎么做判断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随意做判断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 注册会计师职业判断 需要在相关法律法规 职业标准的框架下做出 并以具体的事实和情况为依据 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 前面已经强调了 首先你要遵守这个大框 你要在框内活动 你不能随意瞎判断 不能想当然 不能拍脑袋 而且这是我们第一个大框 第二个要遵循的 就是具体的事实和情况 因为我们面临的客户不一样 面临的行业不同 但同样一个客户 他去年的情况 今年可能也不同 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具体的事实和情况 来做出决策 不能一刀切 不能死搬硬套 好 接着我们看第二 如果有关决策 不被该业务的具体事实和情况所支持 或者缺乏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职业判断 并不能作为不恰当决策的理由 这点我们前面就强调过 这里再次强调 这考试的时候很容易考 一定要记住 你是可以做职业判断 但是职业判断绝对不是你的挡箭牌 而不是拿来损害我们审计质量的挡箭牌 这点注意 一定要先保证审计质量 不能说因为我这是职业判断 所以说我就这么处理 这是不可以的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职业判断决策的过程 所以决策的过程一共分为五步 我们一来看 首先第一步 确定职业判断的问题和目标 这就是要定目标 定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审计 它其实是一个方法论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论呢 实际上我们的审计整个过程 就是一个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首先我要提出问题 实际上也就是发现问题 我就把这个问题能够发现 这就是在做分险评估 然后接着解决问题 那就做分险应对 那分险应对之后呢 就会得到相应的程序 这样我们最后就可以得出结论 那我们审计的过程就是这样的 我们要提出问题 要发现问题 接着要解决问题 因此第一步就要先确定 职业判断的问题和目标 你就是把问题找出来 把目标定下来 第二 收集和评价相关的信息 你有了问题和目标 你怎么做决策啊 你首先要搜集足够多的信息 如果信息不全的话 你无法做决策 或者做了决策 有可能就有偏差 第三 识别可能采取的解决方案 那我这些信息都收集全了 我想这种情况 我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比较适合这具体的情况呢 好 接着第四 评价可供选择的方案 那我现在列出三种方案 我最终评价 我来评价 第一种方案有什么优缺点 第二种方案有什么优缺点 第三种方案有什么优缺点 我最后权衡利弊选择一个最终最佳 最适合的方案 好 第五是得出职业判断结论 并做出书面的记录 你看 这样我就可以最终得出判断结论 判断做完了之后 还要做一个记录 这个记录体现在哪里呢 体现在我们第六章要大奖特奖的 审计工作抵稿 因此 这就是我们决策过程 一共分为五步 这五步呢 我们刚才讲完了 那我们现在呢把它简化一下 通过简化的方式呢 帮助大家能够把它熟悉记住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定目标 也可以说是确定问题 第二是收信息 收集信息 第三是做方案 我拿出针对这些信息 这个情况 我有几种方案 然后接着我要评价方案 评价各种方案的优缺点 适应我的条件 适应我的情况 最后我做出判断 也就是我最终选择哪一种方案 来确定怎么做 以及要做出记录 这就是我们整个职业判断决策的五步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需要运用职业判断的重要领域 有哪些领域需要用到职业判断呢 那这块也是在考试的时候 比较容易考 我们客观题的点 需要大家稍微紧一下 但这块其实不需要死尽被 你只要理解了这种题多看几点 一般都能选出来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步 确定重要性 识别和评估重大挫暴风险 好 这是第一 是在我们分险评估的时候做的 但是在分险评估之前 你必须要有八尺子 这就是重要性 那重要性呢 将在我们第二章 还要好好地讲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是 为满足审计准则的要求 和收集审计证据的需要 那么确定 所需实施的审计程序的 性质 时间安排 和范围 那其实第一步是分险评估 是定重要性 做分险评估 第二步是做分险应对 因为你看要确定 你审计程序的 性质 时间安排 好 接着我们看第三步 为实现审计准则 规律的目标 和注册看几时的总体目标 评价是否已经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及是否还需要 执行更多的工作 那么第三步 实际上就是评价证据 因为我们第一步 是做分险评估 第二步是做分险应对 我既然做了分险应对 做完程序之后 我可能就拿到了 各种各样的证据 因此我要评价 这个证据是否充分适当 我还要不要再做一些工作 再拿一些证据 好 这是我们第三个 第四个 评价管理层 在运用适用的 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时做出的判断 我们也要看一下 你管理层 这个报告编制基础 你这个判断有没有问题 我要评价你的判断 好 这是我们第四个 运用职业判断理 第五个 根据已获取的 审计证据得出结论 我不是拿到了证据吗 这是我还要判断 要得出相应的结论 如评价管理层 在编制财务报表 运用的会计 不及的合理性 好 这是我们得出结论 接着我们看第六个领域 第六个领域是 运用职业道德的 一个框架识别 评估和应对 对职业道德 基本原则不利的影响 这点我们在前面就说了 那我们第23章 有大量各种 独立性相关的一些要求 然后也违反独立性 相关的一些情形 这时候我们就要做 相应的职业判断 好 这是我们运用的六方面 那接着我们要注意一点 审计准则明确规定的 无需职业判断 如我们工作底稿的 归档的时间是60天 也如我们60天之内 必须要把工作底稿归档 这种是根本不需要 职业判断的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准则 已经明确规定的条条款款 这种明确规定的条条款款 压根不需要你判断 只需要你执行 这点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前面就给他画过的图 我们其实职业判断是什么 是在这个框架范围之内 你自由活动 对吧 这是职业判断 而如果我们准则明确规定了 这是一个规定动作 你必须做 如果我们审计工作底稿 必须在60天之内要归档 这种就是啥 属于规定词的规定动作 你是没有什么条件可讲的 你是不能打折的 你只能比他高 不能做的比他低 所以这个需要职业判断了 不需要 你就执行就行了 而我们准则 只是规定一个大框 然后你要根据你具体的情况 中间再做出一些选择 这才是职业判断 这要注意一下 好 我们刚才呢 把我们运用职业判断 六个重要领域讲完了 因为这块呢 打了三星级 而且是必备必记的 那如果我们采用 常规的记忆方法呢 会比较的痛苦 你看这么多的名词 这么多的句子 对吧 我们现在呢 给大家给一个 小小的记忆方法 这样可以帮助大家 快速的记住 就像是我在前面说过的 我们的记忆口诀呢 它只是最后一层 是个记忆的钩子 底下你是一定要有基础的 那我们下面呢 就把这个 简化记忆的方法 给大家说一下 实际上这个简化记忆呢 是按照我们的 审计流程来的 虽然说看上去 有六句话 但是实际上 它们的逻辑线 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逻辑线是什么呢 这个逻辑线 就是我们做审计的流程 注意做审计的流程 下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定重要性 要评分险 也要做分险评估 这是我们审计的什么 开端做分险评估 在做分险评估之前 你首先把重要性定下来 因为重要性是个标准 是个尺子 如果标准都没定好 你怎么评估啊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就是 我要做分险应对 定应对的程序 那么在定的时候呢 重点是要关注它的性示范 性指时间安排和范围 这是我们第二步 定性示范 也就是定我们的分险应对程序 你做完分险评估 接着要分险应对 那么这里面这个性示范 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性指时间安排和范围的简写 因为我们一提到 审计程序的时候 马上要想到这三个维度 也就是性指 时间安排和范围 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把它稍微转化一下 转化成什么呢 转化成形示范 也就是这三个字 形示范 那么相信这个在同学们 在生活中经常会听到这个名词 对吧 我们用这个比较熟悉的名词 然后呢把它谐音 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把性示范记住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法呢 因为其实我们学习的本质 是一个连接的过程 怎么连接 就是用我们已有的经验 已有的知识 来连接新的知识 这样新知识才学得比较快 像形示范 咱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听到这个名词 相信大家对这个名词都很熟悉 对吧 但性示范 那除非你是 已经是个省计的老法师老手 已经学过省计多少年 否则 对我们新人来说 肯定是不熟悉的 因此我们用形示范 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 在生活中经常见到的名词 把我们现在省计的专业名词给带进来 这样帮助大家快速的记住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分析应对过程当中 很可能还会涉及到一种职业判断 就是评价管理层 他财务报告的编制基础是否是强当的 我们要做一个评价 这也属于分析应对当中的 这两步都是分析应对 那么分析应对做完了之后 做完程序我们自然而然会得到什么 会得到审计的证据 会得到审计的证据 好 审计证据得到之后 我要评价这个证据是否充分适当 是否足以支撑我能得出结论了 我是不是程序都做够了 做到位了 好 这是我们这一步 那么我程序评价完之后 自然而然 证据评价完之后 自然而然会得出结论 因此我要评价我的结论 并且最后一步还要注意 由于我们审计 一提到审计 你马上想到这个三角 它是一个三方关系 那独立性呢 是我们审计的灵魂 我们必须需要保持独立 这就是我们职业道德 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也要评价职业道德 好 它就是这样一个逻辑的组线 通过这个逻辑的组线来解化基 那么这块顺理成章就记住了 压根不需要死记硬背 好 接着我们看第六块 衡量职业判断指挥的标准 那既然是职业判断 你必须要有个标准来判断它 到底做得好还是不好 做得到位还是不到位 因此这有一个衡量标准 那衡量标准这块 偶尔会靠我们的多选题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 准确性和意见的一致性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职业判断的结论 和特定标准 或客观事实的相符程度 也就是说 你则判断和客观事实 是不是出入特别大呀 如果客观事实是这样一条线 而你的判断是紧贴这条线的 说明你判断的非常到位 客观事实是这样的 但是你离它却相差甚远 说明你判断的根本就是有偏差的 根本不符合实际的情况 好 第二是 不同的职业判断主体 针对同一个职业判断的问题 所做判断彼此认同的程度 那么这点是什么呢 这点就是我们不同的主体 针对同一个事 看看你们有没有太大的偏差 如果有太大的偏差 就像我们前面说 我们拿到的证据是相互矛盾的 或者是相互的偏差特别大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 应该做进一步的调查 进一步的验证 对吧 所以这里要注意 如果两者相互特别大的话 我们一定要注意 有问题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 决策的一贯性和稳定性 这什么意思呢 指同一注册快递师 针对同一项目的不同判断问题 所做的判断之间 是否符合应有的内在逻辑 因为如果你是按一个正常的流程 然后比较合理的方法 合理的模式做判断的 那么它内在的逻辑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是自洽的 一定是可以说得通的 如果你前面是一种A的方法 然后后面是用B的方法 本来他们之间是有内在逻辑 但是现在却互相矛盾 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判断可能有问题 所以我要看你的内在逻辑是否自洽 好 第二 同一个注册快递师 针对相同的职业判断问题 在不同时点所做的判断 是否结论相同或相似 假如说我针对这个收入的确认 那么同样的类型的案例 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 你不能在A公司得出的是A结论 B公司得出的是B结论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判断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们是相同的适用条件 那么得出结论应该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不同呢 那说明有可能你在做 A判断或者在做A B判断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有误 所以这两个应该是相同和相似的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可辩护性 那么可辩护性是 注册快递师是否能够证明自己的工作 主要通常要满足以下几点 这个可辩护性就是 如果现在有人告我们 有人质疑我们 我们要拿出审计工作底稿 为自己辩护 那么怎么来辩护呢 怎么来证明自己的工作 做的没问题没有失误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要满足以下几点 第一个理由要充分 第二个思维的逻辑性 第三程序的合规性 首先理由你要能够站得住脚 你要非常的充分 第二你这个思维是有逻辑的 不能前沿不搭后领 不能东打一榔头西打一棒子 不能他们之间都没有什么内在的逻辑 关系这肯定是不行的 不能是你拿出的证据 压根不支持你得出相的结论 还有程序的合规性 你做的程序 要按照我们准则相关的规定来做 不能是自作自化 好 这是他的三方面 来证明他的可辩护性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其他说明 注册会计师是职业判断的主题 职业判断能力 是注册会计师胜任能力的核心 通常来说 注册会计师具有下列特征 有助于提高职业判断质量 这块内容其实很简单 用我们尝试就可以理解 我们下面来看 第一 有丰富的知识经验和良好的专业技能 如果这人知识非常丰富 经验也很丰富 技能会比较高的话 那么相对来说 他做出的职业判断是比较靠谱的 第二是独立 可观和公正 那么有容乃大 无力则高 如果我们是完全独立于两方的 那我这时候做出的判断 相对来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好 第三是保持适当的职业怀疑 那我们在做职业判断的时候 是一定要保持职业怀疑的 因为我们在前面讲 职业怀疑这个知识点就说了 那么首先你要有职业怀疑 碰到这种相互矛盾的这些证据 你都要质疑 要打破杀过温到底 对吧 要探求真相 那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正确的做一个职业判断 如果你前面碰到一些矛盾的问题 碰到一些这种引起疑虑的情形 你都随便放过了 那你这时候做错的判断肯定是错的 所以保持适当的职业怀疑 非常有必要 接着我们来看第八点 做出记录 那么做出记录呢 是下列式将做出书面记录 有利于提高职业判断的可辩护性 所谓的可辩护性就是自我保护 因为我们注册会计师 是要承担专家责任的 如果一旦打起官司来 我们必须需要自我举证 我要拿出证据 证明我已经按照我们审计准则 相关的规定 执行了相应的程序 而我没有什么地方遗漏的 我没有地方有过失的 这时候这就需要我们怎么样 自证清白 因此我们看要记录以下内容 有利于提高我们的可辩护性 也就是有利于自我保护 我们来看要记录哪些内容 第一对于职业判断问题和目标的描述 那么这一块内容 其实和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第四点决策的过程内容 基本上是一堆呢 有稍微有一点差异 我们下面可以来看一下 你看第一就是对职业判断的问题和目标的描述 这点和我们前面很像 第二是解决职业判断相关问题的思路 那我们前面叫方案 这里叫思路 第三是收集相关的信息 这点和我们前面决策的过程也很像 第四是得出的结论 以及得出结论的理由 这点和前面非常像 第五就决策的结论和被审计单位沟通的方式和时间 这点我们刚才决策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这一步 好下面呢我们要注意一点 你看首先要记录上问题目标 你碰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呀 你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呀 接着是针对这个问题你的解决思路是什么 我们在前面就说了 我们做审计实际上就是一个发现问题 或者叫提出问题 然后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过程 因此我是怎么解决的我的思路是什么 然后接着是收集到的信息 你有这个思路你的信息是什么 对吧 我们必须要根据信息来做出相应的决策 好接着是那么得出的结论以及结论的理由 你有这些信息 然后你也做了相应的决策 那接着你得出什么样的一个结论 你为什么能够得出这个结论 那接着第五就决策的结论和被审单位 进行沟通的方式和时间 那这点和我们前面讲的审计的总体目标 是遥相呼应的 那我们在讲审计的总体目标的时候 就给大家说 我们的总体目标 首先第一个要合理保证 第二要发表审计件 也就是签发审计报告 然后接着要做沟通 要和管理层治理层做沟通 那么在这里就再次体现出来了 我做了职业判断 我有了这个决策的结论 要和被审单位做沟通 那我什么时间做的沟通 采用了什么方式 都要在我们的这个底稿当中体现出来 所以要记录下来 好 这是我们要记录的五方面内容 但是要特别注意一点 并非所有的职业判断都需要做记录 往往我们做的这种记录 都是比较重大的 比较重要的 关键的 而不是所有的职业判断都需要做记录 因为就像我们每天 其实都在做选择 都在做判断 是不是我们每天的所有选择 所有判断都要写到我的日记本当中去 没必要 往往我们的日记本写的 都是比较重要的 比较核心的 比较关键的 引起我们自己纵视的那些判断 嗯 这是同样道理 这点要注意啊 并非所有的职业判断都需要记录 好 接着呢 我们来做几道题 通过题目呢 把我们刚才的支点做一个强化 首先第一题 注册会计师需要对职业判断 做出适当的书面记录 下列各项内容中 有利于提高职业判断可辩护性的有 哈哈 这就是我们刚才刚刚讲过的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诸册会计师得出的结论记录 有吗 有呀 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 对吧 注册会计师解决 判断相关问题的思路 这是我们刚刚讲第二点 然后收集到的信息 这是我们第三点 接着注册会计师就决策结论 和被审单位进行沟通的方式和时间 这是我们的第五点 好 同学们 我们在前面讲过五项做题法 千万不要前学后忘哦 拿五项 第一项正确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 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第三 缺失的补足 你看我们刚才讲 有利于自我保护 有利于提高可辩护性的 一共是五点 那么这道题出现了四点 还有哪一点没有出现呢 注意 你看这里面结论 思路 信息 然后沟通都有了 那就缺少第一项 对不对 对职业判断问题和目标的描述这一点没有 所以你在做这道题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缺失的第一点补到这 这样我们才把这个知识点真正给吃透了 嗯 真正拿下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道理题 下列有关职业判断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这道题是单选题 不像刚才是多选题 我们来看哪个是错误的 职业判断是做错误 你是胜任能力的核心 这个对吗 哎 这个没问题 他胜不胜任 关键就看他的判断做的对还是不对 是否符合具体的情况 是否在我们准则的这种大框架要求做出的 这个没问题 其实是B 注册会计是应当书面记录 其在审计过程中做出的所有职业判断 这个对吗 哎 这个我刚才给大家讲过 那所有击零狗碎的所有判断都做的话 那得做多少页对不对 有没有必要 没必要 我们做的都是重大的重要的关键的这种判断 不是所有击零狗碎都记上去 所以这个不对 那么这道题 错的就是B了 接着我们看一下C 注册会计是保持独立有利于提高职业判断的质量 这就是无欲遮刚 我既不偏向你左又偏向你右 为啥 因为我是独立的 我没有和你们有任何经济的往来 也没有任何其他利益的瓜葛 这也是我做出的判断相对可观公正 这样就可以提高我们职业判断的质量 这是没问题的 接着看D 注册会计师工作的可辩护性 是衡量职业判断质量的重要方面 这的确是的 我们刚才讲过 对吧 所以这道题错的就是B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B 它采用的什么方法呢 我们没有必要去记录所有的判断 只是做出适当的记录 不是做所有的记录 它的所有的记录说得太过绝对了 所以它用的是绝对化的方法 好 我们接着看第三题 16年的真题 下里有关职业判断的说法中错误的事 那我们来看哪个错误 A 如果有关决策不被该业务的具体事实和情况所支持 职业判断并不能作为注册会计 是做出不恰当决策的理由 这话对吗 嗯 这话非常对 我们前面就强调了 我做职业判断 首先我们要遵守我们的大框架 我们审计准则 还有财报告编制基础 相关的法律法规等等 这就是给我们规定了一个大的框架 你绝对不能出框 对吧 接着第二点是 你要根据具体的事实和情况来 你不能一刀切 不能死搬教条 不能申搬硬套 所以他就是说 有关决策 不被该业务的具体事实情况所支持 不能作为不恰当决策的理由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做决策 一定要符合具体的事实和情况 不能最后做了一个 不合理的职业判断 然后你就拿这个做借口 我这是职业判断 这绝对不能做借口 因为我们做职业判断 一定要保证 审计的质量的基础上来做 不能瞎判断 好 接着B 注册会计师恰当记录于备审单位 就相关决策 结论 进行沟通的方式和时间 有利于提高职业判断的可辩护性 这点我们刚才讲过 那这个沟通的方式时间的确有利于提高 因为我们要记录五点嘛 B 讲完了 我们接着看C 保持职业怀疑 有助于注册会计师提高职业判断的质量 这个也没问题 我对这种有问题的 然后引起疑虑的情形 我去深究 我去寻根问题 这样更容易发现真相 这样我做出的职业判断 才更靠谱 更到位 接着看D 职业判断涉及具体会计处理 和审计程序相关的决策 但不涉及遵守职业道德相关的决策 这个对吗 这个错了 前半部分是没问题的 后半部分错了 为什么呀 你想我们23章 整个一章都在讲 独立性的影响 我们要做哪些判断 哪些是违反独立性的 哪些是不违反独立性的 那这不都是跟我们 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些决策吗 对吧 所以这个说法不对 那么这道题应该选的就是D 我们本节的知识点呢 就全部学完了 我们本节呢 学了三个知识点 本章一共15个知识点 到现在为止呢 完成了12个知识点 完成的进度是80% 是不是感觉很有成就感呀 已经完成80%了 很快本章就要全部学完了 下面呢 我们对本节的三个知识点 给大家做一个 总结回顾 温故知新 我们首先学的第一个知识点 是审计的基本要求 这是一个一星级的考虑 偶尔会考多选题 不过这个比较简单 大家只要能够混得脸熟 相信都能选上 这种题目如果出现的话 那就是典型的送分题 希望大家把送分题 一定要抓到手上 我们来看 有四点 第一 遵守审计准则 第二 遵守职业道德守则 第三 保持职业怀疑 第四 合理运用职业判断 这是我们审计的基本要求 这四点要记住 接着我们来看 第二个考点 保持职业怀疑 那保持职业怀疑呢 这是一个三星级的考验 几乎年年考题 这种题目啊 一定要多读 对这类题目来说 其实没什么难度 它也不会涉及到 特别多的什么 食物内容啊 热点内容啊 那比较灵活内容啊 相对来说 比较固定的 这种官方的套话 对这些官方的套话 对这种专业的表达 你必须烂数以心 这种题目的分数 一定要拿到手里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我们讲的第一块 就是定义 职业怀疑的定义是什么呀 这里面的关键核心是 态度 质疑 然后审慎 要审慎评价证据 嗯 要质疑 那么如何来进行理解呢 我们来看一下 秉持质疑的理念 哎 我们内心这根弦一定要紧绷 一定要紧绷 时刻保持警惕 接着 对引起疑欲的情形 保持警觉 如果一旦有了任何的蛛丝马迹 一旦有了可疑的迹象 我们马上内心这按钮 就要被处罚 就要被处罚 接着 我们要审慎评价审计证据 如果拿到了审计证据 我们必须要谨慎的评价它 不能随便的相信 我们一定要评价它的可靠性 第四要客观评价 管理层和治理层 这点要特别注意 在考试的时候特别爱考 那我们在讲职业怀疑的时候 我一再给大家强调 我们要保持中庸之道 不能极左 也不能极右 我们一定要客观的评价 管理层和治理层 也就是站在中庸之道上来看它 不能极左 就是完全怀疑它 完全质疑它不合适 也不能相信以前的判断 完全相信它不可以 所以要保持中庸之道 在考试的时候 对职业怀疑特别爱考的就是 这个度的问题 中庸之道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职业怀疑有以下几个作用 它的作用主要就是 第一做好风险评估 第二做好风险应对 第三是评价证据 第四是发现舞异 最终防止失败 这两点可以归结成一点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点 职业怀疑的要求 职业怀疑的要求 是特别简单 要求我们全过程 要保持职业怀疑 职业怀疑是我们 做审计人员的基本素养 我们要要趁条件反射 甚至要形成肌肉基 就像我说的普京一样的 他的右手时刻都放在库份 时刻准备举枪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最基本的职业素养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知识点 职业判断 那么职业判断 这也是三星级的考点 这个考点呢 其实主要还是考多学题 多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看它的定义 定义呢 它的关键次有以下几项 首先第一个 就是我们行业的精髓 我们胜任能力的核心 而且是贯穿我们审计业务 始终的 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我们在做审计过程当中 就是在做一系列的判断 好 它的范围呢 也是强调是贯穿始终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要求 我们如何做职业判断 我们是不是可以随意判断 是不是可以拍脑袋呢 这绝对不可以 那我们一定要在准则 还有我们才会报个编制基础 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这个框架下 然后依据具体的事实和情况 来做出决策 记住这个框 我们要在这个框内活动 然后根据这个单位的具体情况 来做决策 绝对不能瞎判断 瞎决策 不能拍脑袋 那不叫职业判断 那叫拍脑袋 职业判断 注意它的要素 一职业 二判断 好 接着我们要注意的是 当缺少支持 当缺少证据的时候 职业判断 不能作为不恰当决策的理由 这句话在考试的时候非常爱考 这强调的是 我们职业判断是有一定的灵活性 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 做出相应的决策 但是绝对不能拿这个 当你的这个 损失我们审计质量的一个理由 你的审计质量 你没有保证 你没有做到位 你没有做好 你说这是我的职业判断 这是不可以的 不能拿来当挡键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职业判断的过程 有五步 那这一块考试的时候 还设计的比较少 而且这一步的内容 和我们的做出记录内容非常像 你可以把两者合在一起 来进行对比记忆 那接着第五个是 我们职业判断领域 职业判断领域这一块呢 相对来说考试的时候 比爱考 爱考多选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定我们的重要性 然后评估分险 也就是在我们的分险 评估阶段用的 这是按照我们的 审计的流程来的 那么这块内容 实际不需要死进北 按摩审计的流程 理出这个逻辑线 就可以记住了 第二就是 我们定我们的 分险应对程序的性示范 因为我们刚才做完了 分险评估 接着就要做分险应对 所以我们要做 我们分险应对程序 要去理下来 要定它的程序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简称行示范 接着是 我们要评价财务报告 编制基础 这块它做的是否恰当 管理层 它这个基础是否恰当 我们要评价一下 还有呢 我们做完分险应对程序之后 我们就会拿到相应的证据 我们要评价 我们的证据是否充分适当 好 还要不要再做一些程序 接着 我们的证据已经 全部评价完了 那么顺其自然 就会得出相应的结论 我们就要评价结论 最后我们要注意 我们审计是一个 三角的关系 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持独立 因为独立性 是审计的灵魂 所以我们要评价 职业道德 好 这是评价的六个领 这块容易考多选题 需要稍微记一下 但不需要死定位 只要把这个逻辑形容理清楚 这种题目其实很好 拿分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这些 全部做完了之后呢 要在我们的底稿当中 也就是要在我们的 记事本当中 要体现 那么我们在体现的时候呢 要能够有利于 提高我们的啥 可辩护性 哪些方面 有利于提高我们的 可辩护性呢 能够帮助我们 自证清白呢 那首先第一个 记录我们的问题和目标 记录我们解决的思路 记录我们收集到的信息 记录我们的结论 以及相应的理由 还有记录我们和管理层 治理层沟通的时间和方式 好 记录这几项内容 我前面就说了 最后我们的决策过程的内容 非常之像 只是稍稍有点差异 可以把它对不起 决策过程这块 没怎么 考的是比较少的 但是我们做出记录这块 还是考的蛮多的 好 所以要大家稍微下来 记一下 那接着是我们第七块 其他的说明 我们的职业判断呢 主要就是这几块内容 那么我们再节课内容呢 就给大家全部讲完了 大家下来以后 及时的回顾 及时的思考 及时的消化吸收 及时的复习 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